观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回到娱乐漫谈 首先介绍这个单元的嘉宾 她是今天做Benefit Tomorrow的 Foundation的创办人 伊望梅她是代言人 她的名字叫做徐玲Elizabeth徐博士 徐玲你好 周乐你好 观众大家晚上好 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女性 她在高科技公司上班 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 并且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小女人的心 同时她非常容易沟通 这个是我最喜欢她的一点 并且她也跟一般的工程师的女博士是不一样的 我只想挖掘你的内心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首先让我来介绍徐玲她的学历 还有她的资历 她现在是任职在全世界最大的IT软件管理公司 叫做BMC BMC的年收入是23亿美元 她在这个公司是任职全球技术和研发 并且是BMC的首席技术执行官 以及全球的资深副总裁 责任很大压力也很大 天天travel 徐博士呢并且她是担任到 矽谷创新学院和加州科技大学的董事长 她在Stanford大学任教 她的主题呢 在教课的课程的名字叫做 迈向职业生涯的成功时步 尤其对于我们华人来讲 想打破这个glass ceiling是非常重要的 徐玲博士并且在2015年被授予矽谷的2015年 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同时也在2013到2016 被授予10次的Stevie Award 这个奖呢 Evan梅在今年也得到了 我们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了 恭喜你 谢谢你周乐 同时是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成功者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有这样的科学的专业的培养 为什么您会是在Be the Change Foundation里面担任董事 并且跟Benefit Tomorrow Foundation 在今年的11月13号 举办了一个专门针对儿童以及青少年 在睡眠时有短暂停止的这种的研究 能够唤醒我们华人的社区的家长 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疾病 请了三位医生来告诉大家 这个motivation是什么 周乐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1995年到美国的时候 很多美国人帮助我 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 一定把我所学的东西 把我所获得的东西 要分享给我的朋友和我的community 就是华人community Benefit Tomorrow和Be the Change Foundation 这两个foundation就像Sister Sister Foundation 所以一个是花 一个是蝴蝶 蝴蝶的意思就是说 一点点蝴蝶的翅膀的扇动 会影响一个很大 会引起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花若芬芳 蝴蝶自来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会在一起办很多的活动 我们最重要的主题就是 要帮助青少年健康的成长 那这个青少年这个呼吸暂时停止这个症状 一般人大家都觉得不会存在 只有老人存在 对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被很多人和家长忽视 所以很多的这个小朋友 他们得ADHD 但是25%的ADHD的小朋友 实际上是有呼吸暂时停止的症状 然后他们的氧气的含量非常的少 所以第二天非常的累 没有办法集中 另外小孩子会有身体的过重 会有别的各种各样的症状 打呼这些东西 这些身体过重和打呼 是一个Effect from的短暂睡眠师 就是说停止吗 是这样的 那那天的这个Seminar里面 您请了三位的医生 都是跟这个疾病有关的医生 他们讲解了有Solution吗 或者有治疗的方法吗 他们讲了有Solution 对于小孩子来说 最主要的是要把Tonsil 就是扁桃体割掉 或者还有个鼻痘割掉 另外小孩子在4到9岁之间 他们还可以去牙科整形医生 比方说Dr. Pauli那边 把他的呼吸道扩开 Dr. Peter Kotai 是从斯坦佛的 耳鼻喉科的Chief的Doctor 到他们那边都可以发现 更多的更详细的治疗方式 所以说万一自己的孩子 有这种病症 自己觉得说自己好孤独 因为也不 有的家长还存在着说 也不也羞于其耻 也不知道谁能够帮忙自己 可是一看到了这个医生 就会发觉 让自己的心灵和眼睛都打开了 因为还有很多孩子 都是跟自己的孩子 同样的病情的 是这样的 对吧 你觉得自己被hug 被petted 自己not alone 对 我们将来会 还会有更多的讲座 跟你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有一个小女生 她16岁之前一直被诊断为ADHD 老师 学校 家长都给她 又医生给她药匙 她在16岁半的时候 开车撞到了电线杆上 差点死去 这时候才做了这个睡眠的这个检测 发现她患有严重的这个呼吸中止症 在睡觉的过程中 呼吸中止症 对 但是呢已经太晚了 她没有办法去做airway 呼吸道扩宽的这个手术 就像我们别的小朋友 像李欣 就是来组织这次活动的这个小朋友 没有办法做那个 所以我想家长一定要去尽早去看耳鼻喉科 如果你的小孩打呼 如果有ADHD 去看医生 看医生是第一步 因为小孩打呼本来就已经不普遍了 并且他自己打呼 或者是自己在睡眠有呼吸中止 他自己不知道 而是做父母的就要来发掘 所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那这个是generic是透过遗传来的呢 还是他自己独立的一个case呢 都有 一般家里人有遗传的 就是说家里爷爷奶奶啊 或者是父母有这个呼吸的问题的话 睡觉打呼非常严重的时候 一定要看小孩子 有很多app 比方说sleep talk 你都可以夜里去来录一下 小孩是不是打呼 所以我们在美国呢 这个医疗的系统是最完整的 所有的医学治疗的方法 现在都非常人性化 都是要让这个病人和他的家属要快乐 没有那么恐怖 也没有那么sad 对吧 好 那我们非常高兴您在11月13日 有这个儿童以及小孩子的 睡眠短暂呼吸停止症的一个讲座 也期盼将来 Gate Foundation 就是Be the Change Foundation 和Benefit Tomorrow 最好也把我们involve在里面 一定会 可以可以向更多的华人群体来宣导这一项疾病的治疗的方法 对对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徐玲 谢谢你Elizabeth徐博士 谢谢 期待下次再相见 并且祝你假期愉快 谢谢您周乐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周乐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礼拜六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